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版的洋画问题 第一个出版的说 小姨和姿子从这里脱落是咋回事 其实你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一定一定 你说这个从这里脱落 这个花友发来的不是它那个图片 首先你要了解啊 姿子花喜欢大阳光 大水大肥 没有光照 你什么都 什么病都会可能出现 明白吗 如果说你光照很好的话 温度又很高 通风很哇塞 你完命浇水施肥就完了 它就给你嘟嘟一个劲的开 你说一捏粉烂粉烂 那个连听都不用听 估计就水大缺光通风沙 明白吗 要盖它这个点 我以为这不挺好的吗 你发的是别人的图片 像周宝说裸根的柜位 这个是有救吗 这不有救吗 现在要做的就是 你还是继续稍微给它根部保湿一下呀 你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 我建议这个花友你给它横着重 明白吗 横着重 把那个气根给它埋到土里横着重 换个花盆啊 上面有点枯结尖的烂结尖的 这个就是焖的时间太长了 应该是 好吧 现在柜位族价格并不高 你要养到这么大可能就费点功夫的事 懂这个点就行了 之所以能长气根 就是因为你那个用的瓷盆 下面已经存在了烂根 焖 没有氧气它是不长根的 所以说一直跟花友们说 你掠干一点 掠干一点植物它会憋着自己长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根部要透气 不透气它也不长 你看憋着在上面都能长了 所以说它对这个土的要求就是要透气排水 明白吗 建议横着重啊 下个抽包 老花叶 朋友去昆明送了我很多多肉 这些多肉哪个有毒 第五个跟第八个 这两个是药紧 以及第二个 二五八 这三个是药紧 什么叫药紧呢 就是为了观赏更好看嘛 用了一些特殊的化学药品 其实就类似于除草剂那种感觉 其实在间接性的 SARS这个多肉 就表现的那种状态很艳丽 你养好它很难 好吧 都没有毒 四号跟七号这种带刺的 别的小猫抓了就别的没啥 猫一般吃了也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小心二五八就可以了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好吧 还有一个就带刺带七的那个带刺的 先个周伯说 果汁阳台上面是染什么虫子了吗 这水大缺光通通畅 有的话说老花叶 你不是阳台系列可以在屋里养吗 你不论什么月季 我说的不论是什么月季 它都需要光照 只不过多余少的是 你看阳台系列的 海参王阳台 价值阳台 果汁阳台 是吧 等等一系列的 这些呢只是说 不用很强的光照 一样长得很花晒 而这个周伯 你是典型的霉光 明白了吗 水大缺光通风上 这个基本上没救了 如果说你想把它救回来 就是干养 就现在别浇水了 等着它看看一段时间 能不能长出来小牙子 长出来的时候 你再浇水 就是干湿循环 见干见湿啊 下个周伯说 佛手 佛手这不挺好的吗 你说不知道是咋回事是吧 这个一般都是闷羹啊 闷羹导致的积水 没有什么虫害 土里面有那种 小黑肥的话 可以用点药 可以找老花一家的客服 去要药啊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啊 把表面的土 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线 这个花盆 稍微垫高两厘米 让它底部有气进去 有虫子的话 用点药 别的没啥 不像是肥大 肥大的话不这个状态 用点反飞水更好 下周伯说 六月许 之前该挖好好的 这个是汗过 六月许怕汗 汗过一次就不行了 洗光 它跟智子花一样 喜欢大阳光 大水 大肥 你只要这三个给上 也是很好养 很多都是这样 给你力举几个吧 你像茉莉花 还有智子花 还有六月许 还有九里香 这些个 它都是喜欢大阳光 大水 大肥的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想想玩问题的臭宝 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白的臭宝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